这小贤和他二哥张希果一前以后就走出了气培场 但是这气修场门外早已经埋伏好的三个蒙面歹徒 每个人拿着双管短把子 一马当仙这个人呢就是庞义 对着小贤啪啪啪连打了好几下 尹辉呢也啪啪打了两下 哎小贤一共挨了五下当场毙命 这一代大哥呀小贤长春难关孙世贤 就此陨落 这个时候呢这屋里慌成一团一顿尖叫 这庞义和刘航冲进屋拿着短把子一指 说谁也别动啊 今天我就来干小贤的 谁再出一声哎我就打死他 刚才和贤哥打麻将这几个人呢 有江湖人也有商人 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都立马抱头眼睛都不敢抬一下 庞义一看这屋里这些人都稳住了 说那个谁都别回头啊 这庞义啊和刘航是缓慢的退出了屋里 走到外边探了探小贤的鼻息 确定这小贤已经死透了 这哥仨呢连夜跑路去了甘肃 小贤被伏击丧命的消息 马上就传遍了江湖 沿起了轩然大波轰动全市 他的陨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欢喜的都有谁呢 大理小子 小贤哥呢正要干呢 他天天躲小贤 终于这小贤哥被干掉了 大理小子也有了出头之志 还有这梁旭东 当天梁旭东正在家睡觉呢 这杜老三呢 就给这梁旭东打了个电话 说那个东哥 大事不好了 梁旭东说咋的了 你慢慢说 小贤没了 梁旭东说你别扯淡了 我虽然和小贤不对付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了 杜老三说真的 今天下午三点多 小贤在那个景立明 气配厂的门口 让那个庞义引魂流行 给干掉了 这梁旭东啊 才敢相信 梁旭东当时心就想 小贤这么牛的一个大哥 说没就没了 这梁旭东自私以后 也收敛了许多 在97年以后呢 也没怎么打过仗 一心赚钱 江湖事呢 也不多过问 也不像原来那么霸道了 变得为人处事啊 也随和了许多 这都是受小贤的启发 同时还有赵三 赵鸿林 因为这赵鸿林和小贤呢 同处难关 小贤一直压着赵鸿林 这小贤一眉啊 赵三也是心中暗喜 因为这个小贤一眉啊 这难关的大哥 那肯定就是赵三的 没有第二个人选 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呢 这赵三也确实是那个 赵三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 成为了长春天字一号大哥 接替了小贤的位置 甚至比小贤当年还要风光 小贤当年的一些旧部 像什么孙赵云啥的 也都过去跟着赵三混了 都在难关 那大哥没了 还得另找靠山 这仇的都有谁呢 于永庆大哥 最上火的 那肯定就是火中贤三哥了 自己的好兄弟 自己这些年打拼的得力助手 给三哥后台撑腰的 这么一个生死兄弟 就这么没了 三哥呢 失声痛哭 但是这个仇还得总公司去报 因为这个事太轰动了 而且庞义他们也跑了 自己只能尽心尽力的 把小贤的身后事给处理好 小贤的葬礼 基本上是长春所有的风韵人物 有头有脸的都来了 当年的虎头奔并不多 但是小贤葬礼上 虎头奔就去了四十多辆 梁旭东当时就给出了三辆 小贤的葬礼 当年撒的是真钱 都是一元的硬币 车队的豪华程度 可以说一般的明星结婚 可能都没有这个排场 从南国五马路出发 浩浩荡荡 在市里逛了一大圈 身后跟了好多老百姓围观 还有不少跟着捡钱的 直接就造成了交通拥堵 这交通阿瑟也出来了 把车一拦 当时从这第五辆虎头奔里 下了一个大光头 就问这交通阿瑟 说那个 为啥拦我们车啊 这小阿瑟说 你们的车队啊 把道路都给堵上了 赶紧疏散人群 这大光头说 今天我来送我大哥最后一程啊 你要再跟我说一句废话 我一短帕子我就崩了你 这交通阿瑟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呢 说你们咋那么牛呢 这话还没说完 这大光头是谁呢 就是方骗子 方震东 拿出这短帕子 照着小阿瑟的脑袋 光当就怼一下 方骗子说你赶紧滚啊 再不滚 我一下子我要你命 这小阿瑟一听 再一看这身后这阵势 四五十辆奔驰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哎 吃着哑巴亏了 当时长春市呢 只有一个火葬场 哎 就是那个朝阳沟火葬场 火中贤三哥呢 给找的人 说让这小贤去烧头颅 别人呢 谁来都不好使 给多少钱 也不给你这面子 必须得等贤哥来烧头颅 但是由于这贤哥的车队呢 比较长 送行的人呢 比较多 这一路拥挤 从早上两三点钟出发 一直到早上八点多 这车队还没到 在路上呢 这小阿瑟被方骗子 打了一顿 还出了这么一个插曲 一直等到九点钟 小贤哥这车队 才接近朝阳沟 但是朝阳沟里有一个人 等不了了 这是谁呢 是双阳的一个混子 当时这个混子 就跟这兵仪馆的馆长说了 说你们这都九点了 正常来说四五点钟 就开始练了 这都九点了 你们还不练 啥意思啊 这馆长说 不好意思啊 兄弟 今天有一个咱们长春 一个特别牛逼的人物 他没了 今天必须得来烧头颅 这不等着呢吗 这混子一听 也挺来气 说咋的啊 他牛逼啊 那我就不好使吧 你到双阳打听打听去 我也有一号啊 我老爷今天没了 我不能等啊 现在就给我开炉 给我老爷烧头颅 你要不烧呢 我就把你们兵仪馆 我给你砸了 信不信 哎 老横了 当时馆长呢 就说不行啊 今天这个人物 在咱们昌村 那我也得罪不起啊 你就稍微等等 等一等 你老爷烧第二炉 你看行不行 这个混子呢 五马长枪呢 说啥都不干 哎 说我给我兄弟叫进来 给你这兵仪馆 我给你砸了 我看看什么人 这么牛逼 不服让他来找我来啊 屋里正吵吵的 小贤的兄弟 张海波和这方骗子 就先下车了 一听这屋里 嗡嗡喊叫的 这方骗子 进来拿出短霸子 赵脑瓜的 就砸一下了 请不吝点赞 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吹点赞 打赏